这之前的六堂我都在讲慧改的系列 那各位姐妹 当我跟你谈慧改的时候 你开始清楚原来慧改 不单只是信主那一天你做了节制祷告 那句话以上的祷告慧改而已 慧改跟你的生活 跟你的生命 跟你的言行 即止有密切的关系 在言文的意思慧改 其实就是走雷龙路 简单来说 以前你走罪的道路 无比的道路 以前你走众主的道路 以前你走平安的道路 今天你慧改 你转回 回转 走医生的道路 走光源的道路 走圣洁的道路 走蒙福的道路 这叫慧改 Amen 当我们在谈慧改的意义 慧改的心 慧改的态度 慧改的生命的时候 今天来到英文给生 弟兄姐妹 我要跟你说 慧改的生活 当你说你是一个慧改的人 信主的人 你必须要有慧改的生活 甚至你们告诉我们 耶稣救我们是为了什么 祂要我们怎么样过生活 我们来看 十字经传第26章第15节 到二十节 段经文记载 主耶稣 呼召 保罗跟随他 成为使徒 将福音 传给人 的一段 记载 十字经传第26章 第15节到二十节 AX26 第6 圣经这里记得说 我说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必备的耶稣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做执事 做见证 将一所看见的事 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 证明出来 我也要救你 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我拆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你的眼睛得开 大家说眼睛得开 眼睛得开 从一暗中归向光明 大家说 从一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 全下归向神 大家说 从撒旦 全下归向神 从撒旦 全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得同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得基业 丢到靠 结束我把我的 丢结人的儿女们 交托在那手中 求祝圣灵 充满我们 掌权 再算十千 求祝您话语领导我们 好让每一个 在座的丢结人 因这种话语生命改变 明白 我们生活上 需要怎么样依靠 求祝耶稣赐福我们 给我们收报 奉主耶稣基督得神祷祷告 再说 感谢主 各位兄妹 在段经文文 竟在整个复印的意义 原来耶稣上死之下 并在石阳上 流宝血舍身 破坠了生命 从死里复活 甚至死在之下上 为我们做了这一切 为了什么呢 其实就是为我们眼睛打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魔鬼的群像 得到完全的失望 并且罪得赦免 这个就是整个复印的因应 弟兄姐妹 当我们说 我们慧改 这个慧改是领受这个失望的生命 领受这个圣洁的生命 领受这个自由的生命 领受这个眼睛打开的生活 成为一个自由人 光明人 那弟兄姐妹 当你信主过 你灵蒙福 爸爸你的命中 把你信主过来灵蒙福 但是 我不能担保 你不能再跌倒 有过分吗 讲一次吗 要再讲一次 我可以担保你信主 一定蒙福 但是我不能跌倒 我不能担保你信主过后 不会跌倒 所以 弟兄姐妹 当我们慧改 认罪 信主的过后 我们慧改的生活 比一切都重要 如果你说你信主了 但是你没有过慧改生活 你的生命随时跌入黑暗里面 随时眼睛再次下来 随时再次被魔鬼夺取 失去了你光明自有的生命 随时跌入过犯当中 不担圣洁了 随时落入罪宙主里面 不再蒙福了 所以 弟兄姐妹 怎么样过一个慧改生活 第一我要告诉你 好吗 特别讲 保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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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改生活 就是保守你自己 看圣经 真言第四章 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真言 Proverbs 4 Verse 20 2-3 真言这里 现在说 我儿啊 你要留心 听我的言词 侧耳 听我的话 都不可以 你的眼目 要沉寂在你心中 因为得着它 就是得着生命 又得一全体的良药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里发出来 大家跟着我说 因为 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来 是由心发出来 弟兄姐妹 你的生命要永远蒙福 你的生命 不要再一次跌入魔鬼 上的拳下 不要再一次眼瞎 你需要保守你的心 就是保守你的自己 对不对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你一生的成败 一生的果效 从哪里开始 心 你一生年日 一生一世 好不好 都在乎你的 心 如果有保守你的心 你几时都会回到你的过去 都会跌入以前所跌倒的情况 所以 弟兄姐妹 我刚才告诉你 你信除了我可以当保你一定蒙福 但是我不能当保你一生不跌倒 因此 你必须保守你自己 使你自己 在神的面前 正直无可指摘 使上帝的赐福不断地临到你 使你的生命不断地改变蒙福 这就使你一生的年日 充满得生 我们的心 好像恶魔样子的 人在哪里 因为你从罪性而生 你的生命里面 对罪性非常的敏感 而且容易被影响 再加上这个世界的引诱 这个世界的文化 这个世界的过放 摩托沙山四趟攻击 一生人都不断地在影响你 所以你很容易跌倒 当你幸福过后 其实你开始了一场争战 这场争战就是 你开始以魔鬼一生在哪场 你不觉得 神为基督徒过后 很多的试探 在你生命里面 一直不断地影响你 那时候你想做 好的 但是今天做坏了 那个坏的思想 坏的观念 不合我神的死意的 偏偏一直不断地来影响你 但是生命的圣灵 也不断地感动你 也不断地将神的话语吃点你 很多圣灵的感动你在里面 所以徘徊在两难之间 一直不断地挣扎 这就是一场争战 所以各位姐妹 这是必然的现象 不是你而已 我生命路师也这样子争战 所以我们要得胜 我们要一生蒙福 这场仗不可以输 这场仗一直要打下去 这场仗一直不断地延伸下去 而且靠着主的恩典 靠着主的大人 抓住神的话语 我们可以得胜 阿们 各位姐妹 你要保守你的心 保守你自己 不要让你的心偏邪 免得你再一次电脑 每一次电脑 都要面对很大的后果 不要你看这个人 我拍得不好 这次的新闻 我相信 你有读中文报纸 你都会看到 这件事情在新商发生 这个人是医生来的 在今年的十月份 十月二十日 我们又记错过 十月尾的时候 这个医生 飞离了一个小男孩 用电话引诱 两个男孩 去到医生里面 然后就 吩咐他的故事离开 就在医生里面 抹了 飞离 小孩子 后来这个孩子 让他爸爸知道 他爸爸就告他上把天 我问你 这个是医生来的 受高等教育 这个是医生来的 得他望重的 知水流非常高的 有医德的 难道他不知道 这样做会毁了他一生吗 难道他不知道 这样做会惹官司审治 会坐牢 会接受法律的制裁 难道他不知道 这样做他会家破 整个身败凝裂吗 不知道 难道他不知道 这样做过 他一生可能不再做一生了 难道他不知道 为什么他竟然 做了这件事情 使到自己 跌入这个黑暗里面 这个人现在很糟糕 原因在哪里 他守不住他的心 他被他自己毁了 刚才我说你的心好像恶魔 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 人心比万物更加窥诈 你要保守他 不然他会万万越偏 越邪 越偏越歪 当你不在神的话 不在着重神的话 当你失去你的感动 当你消灭了圣的感动 你的心就越来越偏歇 到最后导致你走灭亡的大路 对不对 各位姐妹 刚才我看到到经文的时候 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就是因为不要让你的心偏邪 而堕入罪的重主里面 被魔鬼的撒打的权势 再一次困绑你 失去了光明和自由 各位姐妹 当我们说 我们怎么样保守着我们的心的时候 圣经给了好多的实际 圣经把佛说 你要致死你的心 致死你的老母 耶稣说 你要背你的十字架 然后耶稣在说 哪里如果不好的 使你下地 把他砍断 砍断 眼睛 如果叫你跌倒 刮出来 叫你跌倒 砍掉 叫你跌倒 砍掉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耶稣或者是 耶稣的门徒在圣经所教导的 就是要我们 脱离罪 保守自己的心 不要让自己的心 偏邪 偏恶 走歪路 当你的心越走越歪了 有一天你被魔鬼杀大的试探 占据你的心的时候 你会失控 明知道 但是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 去犯罪 那时候我们就在一次 躲黑暗里面 当一个人如果犯罪跌倒 他要用多长的时间来收拾他的场剧 来面对他的结果 你知道吗 你有估计过吗 昨天晚上来了一个弟兄 他来很精神 在那祷告 我就过去为了祷告 在外面跟他谈的时候 他说 弟兄 你弟子来叫我 他说我是信主了 不过我七年 我六年没有去唱会了 为什么 他说 你的教会是问题 我跌倒 我回去 回去跳铜 他一起跳铜了 回去跳铜 然后我就问他下一个问题 你跳铜了 这几年你感觉到怎么样 他说 一塌糊涂 我从最顶点 有钱人跌到现在最低谷 完全爬不起来 生意失败 我一向都吸引了他 但是今天我落得如是地步 而且现在他竟然被委扶了 所以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很挣扎 心里面很多很多 很困难很挣扎的理念 这张灵他感觉到 我说好 下个星期我给你祷告 你过来教会 我开始为了做事 帮你祷告 一个人离开了嘴 会很兴亡 他有很多的时间 去重新站起来 我就告诉他 回来教会好不好 我说回来教会 我一起 我帮助你 一直站起来 他说好 不是 快整一下 回来教会 我开始过来 上帝 好 对不起 各位妹妹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你的情 你一生到蒙福 你必须保守你自己 不要让你的心偏邪 让你的生命不断在主里面蒙福 这样子 你一生一世 你一生一世就在主的恩典里面 不断的不断的领受到平安 就是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阿们吗 他想让他们要把我们来联系 他有做到会感生活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不只要保守你自己 第二我要告诉你 你要保守你的家 那我们这一代得胜 我们要确保 要确保 我们的下一代 世世代代 子子孙孙 也要得胜 阿们吗 阿们 圣明记第四章 第九至十节 You tell me 4 verse 9 to 10 圣明记第四章 九至十节 那摩西班法律法的时候 这样子告诉以色列人 他说 你只要谨慎 殷勤 保守你的心灵 免得忘记你青年所看见的事 又免得你一生 这是离开你的心 总要 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大家说 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你在河列山 站在耶和华 你神面前的那日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为我召聚百姓 我要叫他们听见你的话 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 可以学习敬畏我 又可以教训儿女 这样行 大家说 教训儿女 教训儿女 这样行 这样行 各位姐妹 在圣经的记载说 我们要将属灵的产业 教导 以及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 使我们的家 德蒙保守 不落入 魔鬼撒旦的黑暗 的权势底下 过着平安蒙福的生活 各位姐妹 很多时候 我们懂得教育 将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 但是我们却 不懂得将属灵的产业 给我们的儿女 很奇怪 只有中国人有这种思想 就是把产业 留给下一代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我们华人有一句话 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华人懂得将赚的钱 将产业交给他的儿女 却没有教导他的儿女 怎么样赚产业 发展产业 怎么会要去 用他的产业 节省他的产业 所以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 因为第二代出来的 都是二世主以赛党 懂得花钱 不懂得赚钱做 所以上一代所赚的 下一代花完了 因此这句话就出来 富不过三代 犹太人有一些不一样 犹太人有一些不一样 犹太人呢 他们可以不将产业交给他的儿女 他们没有什么观念 他们只将产业交给可以发展的人 有用的人 有才华的人 可能是他的CEO 可能是他的partner 可能是他心里面最看重的人 他可以把这个公司交给他 当他年老的退休的时候 所以你看到 犹太人的产业 就不断的扩展 今天控制整个世界的金融 和整个世界的经济 就是犹太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懂得 怎么样去经营我们产业 对不对 今天我们懂得 将最好的给我们儿女 那经文里面 你有将树林的产业给你的儿女吗 今天如果你将钱财 将知识给你的儿女 他会犯罪 如果你的儿女发展一次罪 你整家都蒙羞 整家都坏坏 你一生就遗臭万年 但是如果你懂得这样神的话 你给你的儿女们 将树林产业给他们 就算他们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 他们要在上帝的面前蒙福 而你的儿女们 世代代都成为尽全的后裔 你的一生一世 你的家族 都要在上帝的赐福底下 脱离二者魔鬼上的权势 在主的佛里面蒙大福 你知道我一生的祷告是吗 我每一天的祷告 从我还没有开始 我还一直知道我三个孩子 我每一个晚上都这样的祷告 主啊 求你坚定我的家 坚定我的家 赐福我的家 使我的儿女 我的至世代代 永永远远远 成为尽全圣洁 公义正直良善 荣耀你圣灵的家 这是我的祷告 这是我的盼望 这是我的盼望 这是我一生最渴望 我最渴望的就是我三个孩子 全世界归给主 四孔子 除非上帝不呼召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 我有的选择 我的可能 都是他们三个 都能够四孔子 你 怎么样 只能来经营一下 那非常重要 各位姐妹 如果今天将最好的知识 这个世界都给他 但是他失去了属灵生命 我告诉你 他会很容易跌入黑暗里面 一生一世 整个家都回来 就好像这个医生 我给你看了一个清楚的例子 但我可以告诉你 另外一个医生的不一样 我在 我刚从明南回来讲到 每一次交代我的一个家庭 在曾经来我们教会 有一个宣教 是一个医生家族 Dr.Sophian 他的孩子Dr.Gary 是一个亚姨 这个他的孩子 他多岁还小过一点点 很热心的青少年工作 带领一般青少年归相读 跟他们查经 教导他们 和他们一起玩乐 带领这一般青少年 非常热心 非常属灵的一个年轻人 是一个亚姨 他在着我的时候 交代我的时候 他跟我谈起他的过程 他说牧师我跌倒过 十多岁的时候 我参见一般朋友 那时候我还在教会 就学起吸烟 一吸吸烟来就戒不掉了 虽然信不多 一天两支 一天两支 我爸爸讲我也戒不到 我妈妈讲给我也戒不到 但是戒不掉 想要戒也戒不掉 他一直参观一个朋友 一吸吸吸到上年 后来有一次他听到一个青少年 在一个青少年去 会听到一个牧师讲道 你要保守神的殿 就是神的殿 就是上帝洗烟 上帝律赐福了 一个是便到了 当圣灵感动他 他决定戒毒 戒这个烟影 从那次祷告过后 他戒掉他的烟影 过后他读医生 再过后 他结婚生子 到今天他重生改变 事奉神 哎呀 你看到为什么另外一个医生 有不一样的 那个情况发生呢 是因为 他的爸爸懂得 将属灵的产业给他 就今天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世代代 都会经历一些的人生的过程 他们会被魔鬼事态 被这个社会世界的文化来熏陶 然后他们会被潮流的影响 可能会落到最终 但是有一些事情 如果你做了 你把属灵的产业给他 把你生命的见证给他 把神的话也给他 把神带进他的生命里面 留下他的属灵产业 他一生如果在主的国里面 他就不会走很远 他就不会跌得很深 总之上帝会抓住他的手 他的心有主的话也在他里面 一直不断的感动他 他就不会完全的释迦 跌倒不能爬起来 Amen 圣灵一定会叹顾保守他 使他生命在主的话里 不断的成长 虽然遇到一些的试探 但是总是得无保守 因为你把属灵的产业给他 他有属灵生命 今天你把享受的生命给他 他会犯罪 你把属灵生命留在他里面 他一生就在主里面萌营 对不起 难做吗 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庭 不难做 一天跟孩子做一个祷告 如果你有孩子的 大的也好 小的更好 读一段经文 明白不明白也没有关系 总之每一天一张 每一天一张一起读 难吗 或者一个星期读一次也不难 每一天都要为他们祷告 跟他们一起建立 把他们带来教会 把神的事情放在地位 一家人一起侍奉神 建立一个属灵的家 难吗 不难 你说 我的孩子这么大 又祷告 又一起 以前都没有做 不关系 总是不会太迟的 你的孩子多大 你就高不大 以前我们没有做 今天我们太迟 我们做 每一天 我们睡觉之前 大家聚集在 在这个餐厅 或者是你的大厅里面 装手 向主来祷告 就这么几分钟 就能够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 进你钱的家庭 我告诉你 由这个属灵产业给你的 儿女们 你世世代代 子子孙孙 都要能福 阿们 阿们 很难吗 不难 但是我这篇道 对着不属灵的基督徒 没有用的 跟你们没有关系 因为你们自己 都不祷告读经 你怎么叫你的孩子读经 所以众兄妹 你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庭 或者你要把你的家庭 推进危机 危机里面 你自己选择 自己选择 自己选择 孩子都蛮大了 你要是他 一起祷告 他们会开休眠 不过你是家头 你还是有个前病召集他们 所以祷告 鼓励他们来教你 天天为他们祷告 他们不祷告你就为他们祝福祷告 让他们知道 你对他们的祝福 阿们 很难的 不难 但是由谁开始 由你开始 今天你不努力建议保守你的家 你的家就会被魔鬼破坏 有朝一日 你今天得胜 但不代表你的儿女得胜 不要这样千年倒行 毁之一旦一早 兄姐妹 你一生人跟随主 但你的家人却离开了主 兄姐妹 今天你的生命非常重要 当你保守给你自己 你要开始学习保守你的家 使人家一生奉福 阿们 从几次开始 今天开始 没有今天就没有将来的承诺 今天晚上就开始 抓住的孩子 召集的开一份家庭会里 从今天开始有几个在家 不好 我们最祷告的才会继续叫 退回个人的房间睡觉 可以乱打到圣经里面一张经文 才大家就觉得 一张经文多长 几分钟 祷告我捏一张经文 就个人睡个人的房间 这就是建立竞选的呼应 一家人来侍奉你主 你的家要得胜保守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树林的生活 会人的生活 当你这样子来建立你的家 我可以担保你 一并蒙子 因为你担保我 你的孩子会离开神 我就担保你 你一并蒙子 而且是世世代代 子子孙孙 永永远远 大家跟着我说 世世代代 子子孙孙 永永远远 多蒙福 阿们 所以你要保守你自己 和保守你自己 和保守你家 感谢你 保守未感生活的时候 你要保守神国 大家说保守神国 看圣经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 段经文是记载 一个人怎么样成为监督 怎么样带领教会 怎么样建立教会的经文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三节到十六节 圣经这里记得说 因为上座执事的 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并且在经历耶稣的真道上 大有胆量 我的指望快到你那里 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倘若我耽误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 在神的家 当怎么样行 保罗 招待提摩太说 我教导你怎么样 在神的家 来建立神的家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助食和根基 大灾 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以外方 被世人幸福 被接在荣耀里 当保罗在谈到教会的时候 他告诉提摩太说 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 是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 真理的助食和根基 真理的助食 所以身为基督徒 身为弟兄姐妹 身为恩典当会友 你要尽力保守这个家 使这个家圣洁光明 那叫做圣洁光明 圣洁光明 你有责任 你有权柄 保守神的家 让神的家 藏在光明当中 藏在圣洁当中 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 你来到教会 当你成为基督徒过后 你生命改变 你就要建立这个家 保守这个家 使这个家充满能力 充满圣洁 使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 在我们的教会 被我们影响而改变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在神的家里面 你要做神的事 在神的家 要做神的事 不要把世界带进教会里面 明白吗 弟兄姐妹 所以在教会里面 会有问题吗 但是你要负起这个责任 带着权柄 去保守神的家 不受这一些魔鬼上的攻击所侵害 什么意思 简单 你自己不要讲是非 也不要听是非 如果你听见是非的事 你要开口阻止所有的是非 因为你是恩典堂会 你有权费 你有责任 保守神的家 当你会改呢 你要保守整个教会 都圣洁 都过得会改的生活 得胜的生活 阿们 所以今天来自教会的时候 你不要当着 当当是一个听众 一个观众 你要当成这个是你的家 教会家里面 几家里面的事情 不单只是牧师的情况 不管我的事 不是 不是 跟你有关系 圣经谈到家的时候 谈到教会的时候 说我们是肢体 主耶稣是我们的头 你是什么 你可能是冰额 你可能是脚 你可能是心 你可能是眼睛 你是耳朵 我们都是一体的 当我们加起来的时候 圣经说我们成的肢体 就是整个身体 就是每一个肢体 如果受伤害 都有关联的 所以当你成为 这家的成员的时候 你就有责任 大家说有责任 有责任 他把你个别一张房子下 告诉他 你有权柄 有权柄 保守你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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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魔鬼上当的侵害 不受魔鬼上当的侵害 阿们 所以兄姐妹 当你来到恩典堂的时候 你要和我们一起建立这个家 一起复兴这个家 然后使到这个家 充满了上帝荣耀 大家说上帝荣耀 上帝荣耀 当你来到家 你会感到骄傲 感到荣幸 阿们 我去到哪里 我都讲起我的教会 我告诉他们 我的教会有一班 很同心合意 充满爱的用戒 很多教会 来我的教会 宣教探访 就是要看我们 当他们看我们 在菲律波里面工作的时候 他们感动 为什么这些教会 不用讲的 而且个人做个人的功夫 而且每一个人 都没有念念 带着喜乐 他会感受那个爱 和喜乐在那边 边做边喜乐 那种边做 那种流露 那种很真诚的爱 他们感受得到 他们告诉我 我的教会这样 我的教会这样 那样那样 我说弟兄 祷告 祷告 可以建立起来的 当你来到恩典堂的时候 你走出去 你感到骄傲 别人在那里 当大家知道恩典堂的时候 很好的教会 阿们 当你来到恩典堂的时候 你走出去的时候 如果恩典堂是乱到高的 一踏无头的分裂的 是非充满的 都是分针接绑的 还来来去的 教会你走出去 你跟人家讲 你是每天教会都会有 你会觉得荣幸吗 不会嘛 对不对 所以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肢体 是我们 一起建立的 教会 如果有错 大家说 不是故事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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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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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喔 有吗 对不对 当然我有错 我自己有没有错 有错 OK 但是不全都是故事的错 对不对 这很公平的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很公平的 我们大家一起建立的 这个家才能够成为完美的家 有能力的家 我们要在这里过生活了 所以你有权利 大家再一次 告诉你故事的 你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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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守你的家 保守神的家 对啊 当你保守神的家的时候 我告诉你 是因为保守你的家 因为你爱救人家 你才会出生的 你爱救人家 你才会付出的 今天观点 它跟你没有关系 你会心痛的 你来不来 就走了就走了 对不对 为什么你会感觉到心痛 你会感觉到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你的家 当这是你的家的时候 我们就要全力保守他 不容魔鬼杀他们 来弃害我们家 你看到罪的事情 你要付你的生命尽力 去阻止罪的事情发生 你看到弟兄弟的岛 你要提醒他 你有责任 你有权利 你看到有人讲是非 你要阻止他 我们信耶稣的人 你不要讲 信耶稣的人不做这个 信耶稣的人不做哪个 信耶稣的人不做哪个 我们要建立神的家 让神的家 不断的圣洁光明的成长 这个加强能力 有生命力 有影响力 有影响力 他知道自己错了 不再讲是非 我们从今见到他 不用跟他讲 这是我讲的 圣经也这么讲 有人讲是非 你知道巴 不用跟他讲 明白吗 因为在恩典法里面 不可以有失灵 在那里面 我要在那里面 爱的教会 爱的教会 如果人不愿意 来我的教会 也不愿意属灵的 来追求的话 他要来搞破坏 不要让他 在我的教会得逞 对不对 让他走 没有关系 我们救那些 应该拯救的灵魂 阿们 很远紧的 讲这句话 我们是恩典堂的 弟兄姐妹 是肢体 我们有责任 有权定 保守神的家 让神的家 光明圣洁 荣耀神的名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说 我们是基督徒的话 我们一起过会改的生活 怎么样过会改的生活 大家跟着一起说 第一 保守自己 保守自己 保守你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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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守神的家 保守神的家 你一生一世 世世代代 子子生生 永永远远 都要蒙主 阿们 阿们 阿们